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又來和大家看一些賭業相關的資訊。 根據投資銀行摩根史丹尼所發表的報告,澳門博彩業燒錢的情況令到現在流動性惡化。 預計全線的豪賭股第二季,稅息折舊及攤銷錢的盈利,還有股權自由現金流的模型都會是負值, 不過他們留意到在內地放寬隔離規定7加3之後,市場情緒有所改變。 所謂市場情緒應該指的是人們買股票的情緒,而不是來澳門賭錢的情緒。 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。 大摩預計,澳門博彩業第二季的EBI TDA,虧損5.44億美元, 比第一季虧損800萬美元擴大,亦是2020年第三低的季度。 同時預料,第二季,行業將會消耗15億現金和第一季比增加。 大摩就說,內地宣佈放寬規定後,投資者對博彩業的興趣有上升, 但如果要去到全面通關,才可以令到賭業有復甦。 其實這些博彩在第二季虧損錢是意料中事來的, 因為你看回5月、6月的賭收差到如此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再加上6月尾開始有疫情,我相信第三季只會更加差。 而且最大問題是,這博彩剛剛給了錢去續了半年牌照, 續完半年牌照後,現在竟然發生這麼嚴重的疫情, 我相信可能今個暑假,這個所謂旺季都跟他們無份。 現在就希望可以在10月黃金周之前就可以將疫情清島嶺和大陸正常通關, 還有最後一季可以給他們努力跑數找客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,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